除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动词时态的基本型之外呢 我们看一下还有一些其他的other verb categories 其他动词的类别 要注意它后面动词的这种tense用法 第一种感官动词 感官动词呢 这个是跟我们的senses有关的一些动词 像有哪些呢 比如说像see, look, watch 这都是看的意思 还有呢listen, hear, sound 听起来怎么样 还有呢taste,尝起来 smell,闻起来, feel,感觉起来 这些都是感官动词 那么感官动词在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了 感官动词后面如果接受词 再来的话呢 注意它的动词现在要注意了 我们可以接原型动词 可以接现在分词 可以接过去分词 那么接这三种形态 它表示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分别来解释 第一种就是主词 后面接感官动词 接受词 再接原型动词 是什么意思呢 是shows the fact or active voice 这显示这个事实 或者它的什么 是主动语态 所谓主动语态就是说 这个动词 它是由受词主动发出的动作 比如说 I saw him drink a Coke 我看到他喝一杯可乐 那么喝一杯可乐 这个叫dream用的原型动词 表示是后面him发出的动作 是受词发出的动作 那这里因为感官动词 soul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这段不能用不定词 要用这个原型动词 再来we watch the children play soccer 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在玩什么呢 玩这个足球 好这个watch是感官动词 后面受词 再来接什么原型动词 好b主词加感官动词 接受词 接现在分词的情况呢 是什么意思呢 shows the action is ongoing 表示这个动作正在进行 好 那么这个动作是受词发出的动作 受词发出的动作 我们看例子 I heard a girl sing a song 我听到这个女孩子呢 唱一首歌 好 那么sing a song呢 这个是girl主动发出来的动作 所以我们现在分词 they saw him crying 他们看到他怎么样 在哭 那him呢 受词 后面crying是him 主动发出的动作 好 c 主词 接上感官动词 然后再加受词 再来呢 接这个pt 就是过去分词 它是shows passive voice 显示的是这个被动语态 所谓的被动语态 是受词被动 受词被如何了 我们看例子 I saw Tom's car towed away 我看到他们的车怎么样 被拖掉走了 那这个towed呢 你看一下 我们用过去分词 表示是car 被动 被拖走了 John saw the woman knocked down by the car John呢 看到这位女士怎么样呢 knocked down 被撞到了 被撞倒了 by the car 被一部车撞倒了 这个叫knocked down 它用被动语态 用过去分词 表示我们是被动 接受这个动作 第一 主词 加上感官动词 加形容词 the adjective functions as a compliment 好 那么在这个句型里面呢 就是我们感官动词 后面有形容词 那这个形容词 它主要是当作主词补语用 来修饰主词 我们看例子 Chris looked angry today Chris呢 今天看起来非常的愤怒 好 那么这个angry 它就是一个形容词 当作什么呢 当作主词补语 修饰Chris 下面一句 Coffee smells good 咖啡呢 喝起来很棒 好 那这个good也是一样 它是一个形容词 当作什么 当作主词补语 来修饰前面那个coffee 好 那么我们有些practice correct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下面有些句子 那么每个句都有些错误 有个错误 请你把那个句子怎么样 把它找出这个错误 然后跟正它 第一题 Linda saw the dog heated by the car 那么Linda看到这个狗呢 被车怎么样 给撞到了 好 那么这个句子我们看一下 saw它是感官动词 那后面那个dog 再来heated是什么 过去分词 by the car 这个地方观念是对的 因为过去分词 但是问题是heated呢 它的三代是同型的 h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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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ted是错了 要改成heated 第二题 how does the flower look 那么这个花看起来是如何呢 it looks like beautiful 看起来很美丽 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like 这个like它是介细词 那么介细词后面呢 都要接名词 像什么一样 这个地方我们后面只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它是当作主词 补语用 所以前面呢 我们应该只接什么 这个很单纯的啊 就是 连续动词 就是这个 我们讲的 完全不及物动词啊 那么然后接 这个补语 所以呢 这个地方那个like 是要去掉的 第三题 we heard the man same beautifully on the stage 好 这是很典型的 感官动词的用法 这个heard后面接了这个受词 然后再来呢 应该接什么呢 应该是 因为这个唱歌是这位男士 他怎么样 主动的唱 所以你要用主动的 应该用原型 用same same beautifully on the stage 好 所以这个same是错的 要改变same 第四个 she feels going to the baseball game feels going to 他很想去什么 去这个 看这个 去棒球场 去看棒球啦 好 那么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feels feels 想 那么想要怎么样 事实上它是一个句型 是feel like 后面接动的一字 所以这边少了一个什么字 少了一个like 所以feels 错了一个感情 feels like 第五题 he was heard cried sadly in the classroom 他被听说怎么样 在教室里面呢 哭得很伤心 好 他被听说有哭 这个要注意了 感官动词呢 我们讲过 他这个后面接受词 再来的话 我们会接原型动词 现在分词 过去分词 形容词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句子 如果变成被动以态 he was heard 被动以态的话呢 他的不定词to 要还原 要改成to cry sadly he was heard to cry sadly in the classroom 所以这个呢 是快是错误的 第六题 they were seen cutting down the trees at midnight 他们被看到 怎么样 在半夜的时候呢 在什么 在这个砍树 他们被看到砍树 因为这个句子是被动的 被动语态的话呢 感官动词的被动语态 to要还原 所以cutting是错的 要改成to cut 第七个 the material of the shirt feels thick 好 这个衬衫的质料呢 感觉像 起来像丝一样 感觉显像丝 这个feel这个字 注意一下 他如果是感官动词的话 他后面不会直接接 名词了 好 因为我们要接 补语性质的字 所以应该是摸起来像丝 那我们少了一个什么字呢 少了一个like 所以应该是 feels like silk 第八题 we heard a story telling many times 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啊 说过好几次了 就这个故事 已经被说了好几次了 所以故事应该是被人所说的 应该是什么 被动的 所以telling改成什么 toed t-o-l-d 才对 好 第二类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还有一类动词 要注意它后面动词变化 就是情绪动词 像什么呢 像这些字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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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兴趣 please 是取悦的意思 是高兴 surprise 是什么呢 是使惊讶 astornish 也是像是震惊的意思 bore 使得很厌烦 excite 兴奋 confuse 是困扰 困惑 delight 是高兴 shut 是震惊 disappoint 失望 satisfy 满意 tires 是疲倦 embarrassed 觉得非常困窘 难为情的意思 那么这类的动词 在用的时候 注意一下 这类的动词 它的过去分词 跟它的现在分词 都可以当形容 之用 那么通常 它的过去分词 会修饰人 表示人的情绪 它的现在分词呢 会修饰事 表示呢 这种事情 让人有这种情绪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这种情绪动词呢 主词 然后b动词 那么如果是情绪动词 我们用过去是 那么后面有in with about of 都可以 那么看我们后面 是接什么样的名词 如果是 这个事情的话呢 我们一般来讲 接b动词 那情绪动词 我们就改成 现在分词 然后to 表示什么事情 令人是怎么样的 好 example 像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 感到 有兴趣 我们想一个字 一个字来说 像感到有兴趣 这个字呢 she is interested in math 她对数学很有兴趣 那这个是 感兴趣 是人 对不对 所以人 我们用过去分词 来修饰它 Math is interesting to her Math对她来讲 是很有趣的 那我们修饰这个Math 就是那个 事物的话 我们用 现在分词 第二个 感到 吃惊 像surprise 这个字 也是一样 I'm surprised at the result 我对这个结果呢 觉得非常的什么 惊讶 那么用 这个过去分词 表示修饰人 那 the result is surprising to me 好 这个结果呢 对我来讲 非常的 令人吃惊 因为